大家好,我是小和 1992年8月4日午夜 印第安那州的一名男子在家中被枪击身亡 她34岁的妻子苏珊 立刻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 因为结婚期间 苏珊拥有数不清的出轨对象 其中包括她成年的妓子 而且,在此之前 苏珊经历过好几段婚姻 每次都是找到更有钱的男人后 就和丈夫离婚 苏珊还在上一次的婚姻中 因虐待年幼的妓子而被起诉 仅三岁的孩童被继母绑在木桩上 遭受烈日暴晒到皮肤严重烧伤 起水泡 此外,小男孩还被诊断出 反复殴打导致的全身瘀伤 颅骨骨折,脑膚能障碍 视网膜出血 但是,孩子的父亲却不愿意出面 指控苏珊 还帮助苏珊欺骗大家 说一切只是意外 苏珊操控男人的手段令人震惊 她到底有着怎样了不得的本领 能让每一个男人都对她唯命是从呢 34年前 苏珊出生于印第安那州南部 父亲是个严重的酒鬼 据苏珊所说 在年幼时期 她遭受了来自父亲的侵犯和虐待 当苏珊在上二年级时 父亲喝醉了 狠狠地抽了她一顿 出手重道 几乎夺走她的生命 直到现在 苏珊的手背上还留着伤痕 到苏珊12岁时 她已经成长为一个漂亮的女学生 身材高挑成为了当地所有同龄男孩的心仪对象 即使苏珊有六个兄弟姐妹 但她总是最出类拔萃的那一个 因为她非常漂亮 看起来也比其他兄弟姐妹聪明许多 苏珊相信自己是一位落入凡尘的小公主 终会在某天找到一位富有英俊的王子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富里堂皇的宫殿中 可惜梦想仅是梦想 作为一个有着许多孩子的大家庭 苏珊一家实在太穷了 除了基本的吃屎外 什么都买不起 他们住在街上最破旧狭小的房子里 公主和乞丐间的落差让苏珊自卑 她害怕朋友们看到她肮脏的家 为了掩盖她向身边人营造的公主身份 每次聚会 苏珊都会找各种理由 将地址订到其他孩子家中 除此之外 为了掩盖破旧的衣服 苏珊很小就学会了做衣服和发型 每当她做好一件新衣服 她就会更改头发颜色和发型 向朋友吹嘘说 她的妈妈又带她外出购物了 同学的吹捧和羡慕 让苏珊很开心 但是在这短暂的开心之下 内心的悲凉却难以消解 如泡沫般脆弱的谎言 让她无法真正的享受别人的称赞 她整日做噩梦 生怕骗局被戳破 使她犹如小丑一般 被人扒光衣服 热热嘲笑 接连不断的噩梦 让苏珊难以相信生活的幸福 15岁时 苏珊第一次和男生约会 该男生的家里很富有 因此 当苏珊又一次被父亲殴打后 她说服该男生 短暂的在她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这是苏珊第一次体验到 有钱的美好生活 她很快下定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拥有自己想要的 于是 在和男孩分手被赶出门后 苏珊第一反应 不是回到她贫穷的家中 而是向男流浪近30千米 来到相对较大的小镇 柯柯木 在这里 苏珊和一个音乐队的主唱 眉来眼去 发生了关系 苏珊为自己征服了主唱 而感到自豪 她公开恋爱过程 甚至炫耀般的谈论 他们晚上的恩爱细节 几个星期后 17岁的苏珊和主唱 举办了婚礼 但这段仓促的婚姻 一开始就显出悲剧的结局 主唱十分自恋 对送上门的女粉丝 也是来者不拒 这让苏珊非常恼火 为了报复主唱 苏珊故意不断的和其他男子私混 甚至因此失去了一个孩子 后来 由于乐队的收入难以为继 苏珊和主唱搬到了俄克拉河马城 主唱外出工作的时候 苏珊经常和当地一个英俊的卡车司机出去玩 他们很快开始了恋情 圣诞节那天 主唱将苏珊捉肩在床 于是 苏珊干脆搬到了卡车司机家里 卡车司机十年24岁 是一个身材健美的男子 他们同居不久后 苏珊和主唱离婚 并于1979年夏天和卡车司机结婚 婚后没几个月 苏珊就诞下了她和司机的孩子 起初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苏珊非常细心 照顾孩子打造卫生 努力保持家里的完美整洁 但天生不安稳的苏珊 根本无法长久的保持完美妻子的外表 当卡车司机因为工作在外 频繁过夜时 苏珊的怨恨开始与日增加 她经常去往印第安那州 和她的好朋友去夜总会 苏珊在这里认识了另一个英俊男子 她大摇大摆的挽着男子的胳膊 和她跳舞 跟她回家 然后 在第二天 向朋友分享她美妙的夜晚 九日九日 即使卡车司机再迟钝 她也察觉到妻子的异常了 她试着多关心苏珊 花时间陪她 可是 考虑到丈夫几个月以来 对她严重的忽视行为 苏珊压根不想跟丈夫和好 某天 当丈夫张开双臂想要抱苏珊时 苏珊突然毫无理由的 把一把剪刀刺进了她的胸膛 鲜血顺着丈夫毛茸茸的胸口低落下来 一瞬间刺激了苏珊的神经 她开始温柔地抚摸丈夫 脱她的衣服 丈夫简直被吓坏了 她的伤口疼痛不堪 鲜血流了一身 而她的妻子却满脑子 想着和她亲密 她真不知道 她到底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更奇怪的是 苏珊有时和她一起外出慢跑 还特意对她拳打脚踢 然后和她亲密 卡车司机从来没有弄清楚 苏珊到底是真的生了她的气 还是想用暴力和淤青激发欲望 当然 苏珊的暴力还不止如此 有时孩子哭了 苏珊也会狠狠地打孩子巴掌 没多久 苏珊又成功吸引了她所在公司经理 汤姆的主意 汤姆的前妻是该企业母公司老板的女儿 前几个月因为白血病去世 留下汤姆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汤姆和苏珊的婚外情在公司传得沸沸扬扬 刚好卡车司机的一切亲戚在该公司工作 卡车司机已经对苏珊的放荡 见怪不怪 当她听说她年轻漂亮的妻子和汤姆有染时 她毫不吃惊 苏珊对她最新的猎物也很满意 汤姆帅气 自信 受过良好的教育 又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俄克拉和马城最繁华的地区 还有一栋漂亮的房子 苏珊很快和卡车司机离婚 把心思全放到了汤姆身上 汤姆对苏珊也很满意 但她亡妻的父母却极为愤怒 尽管岳父岳母理解 汤姆在妻子去世后过得很艰难 但他们认为 苏珊根本就不是结婚的合格人选 岳父岳母试图劝说汤姆冷静 可汤姆什么都听不进去 她觉得 苏珊就是她梦想中的女孩 是她新生活开始的契机 1978年10月 汤姆和苏珊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结婚 苏珊很快适应了汤姆带给她的 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生活 苏珊带着她的儿子和妓子 给两个相差不到三个月的孩子 穿一样的衣服 假装他们是双胞胎 以避免向邻居们解释 她和丈夫的婚姻时 每天早上 苏珊都会去水药中心锻炼身体 她比往日任何时刻 都注意自己的皮肤状态和茁壮 但是 她的脾气和暴力并没有收敛多少 她不喜欢妓子 因为妓子太调皮 喜欢在她看电视时跳来跳去 某次 当妓子偷偷地溜进车库 拿回她的旧玩具时 苏珊暴跳如雷 顺手拿起一辆金属材质的玩具卡车 殴打妓子的头 妓子被打得倒在地板上 痛苦地蠕动着 但是 苏珊不为所动 她轻蔑地低头看着小男孩 换了个工具 继续殴打她 1983年1月27日 结婚不到四个月 妓子因血肿入院 检查结果显示 她的左后颅骨有骨折 左孽区严重冲血 但医生们并没有向警方报告此虐待行为 主要原因是汤姆和其中一名医生的关系很好 而且 医生们总觉得 像汤姆这样 富裕的夫妇不可能殴打孩子 手术做完后 汤姆亡妻生前的闺蜜来看望孩子 妓子才怯生生地告诉阿姨 我妈妈打了我 阿姨简直气坏了 她将孩子的话告知汤姆 但汤姆愤怒地反驳 称孩子在胡说八道 最终 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 妓子出院回家 苏珊逃过了一劫 可她仍然对妓子怀揣恶意 因为她不知道这个小男孩 在接受治疗时 对医生说了些什么 这种害怕被发现的恐惧 令苏珊的愤怒进一步扩大 她对妓子越来越反感 她开始想象妓子对她的仇恨 怀疑妓子是故意做坏事 报复她 随着苏珊对妓子的态度越来越扭曲 哪怕再小的事情 她都会扯伤妓子 认为一切都是妓子的错 是妓子在抗拒她 而不是她在为难妓子 比如某次 当三岁的妓子不小心在车里撒尿后 苏珊打电话给汤姆 要求她在电话中严厉的斥责孩子 几周后 苏珊说服丈夫买了一只斗牛犬 丈夫不喜欢这条狗 因为狗总是咬她的儿子 但苏珊从来没有惩罚狗 反而有点纵容的意思 她坚持要把狗留下来 因为狗和她的亲生儿子玩得很好 苏珊告诉汤姆 狗总是攻击妓子 是因为妓子实在是太胆小了 连站起来对抗动物的能力都没有 此外 苏珊也慢慢试图将妓子和她的外公外婆隔离开来 她害怕妓子外公一家 会对妓子身上无休止的瘀伤 追问不休 也害怕妓子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一向活泼的妓子变得越来越内向 她出现了严重的薄性 头上还有一个马蹄状的手术切口 1983年复活节周末 在汤姆王七一家热情的邀请下 苏珊汤姆一家孩子去他们家吃了午餐 餐桌上 妓子的外公拿出了一张 她曾给孩子购买的巨额人寿保险单 苏珊显出了极大的兴趣 不停的询问 关于妓子死了 汤姆能拿到多少钱的问题 1983年5月 烈日当空 苏珊把妓子绑在后院的一根木桩上 导致她严重烧伤 甚至起了水泡 次日汤姆回家 发现孩子正在呕吐 于是叫来医生给孩子开了一剂药 可惜药吃下去效果很差 小男孩很快陷入昏迷 汤姆想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医院 但苏珊恳求丈夫 千万别去医院 不然他们又会认为我打他了 汤姆本打算再次联系医生上门 但医生一听 孩子的情况如此严重 赶紧劝汤姆把孩子送到医院 小男孩被诊断为脑出血和脑功能障碍 医生在他的前额 手臂 腿部 甚至职场周围都发现了严重的瘀伤 他的眼睛里还有视网膜出血 检查结果显示 这些伤痕都是四到七天的时间里 反复殴打造成的 但是苏珊告诉丈夫 称妻子是在逛超市的时候 撞到了购物车上 头碰到了地板 导致受伤 那天晚上九点多 悠心忡忡的医生联系了警方 警方赶去的时候 简直快要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小男孩躺在床上 脸张了通红 牙齿和嘴唇周围全是干血 胸部 手臂和腿上有严重的瘀伤和晒伤 正在脱皮 左膝上还有一个香烟烫伤的痕迹 警方立刻传唤了汤姆 在警方看来 汤姆很可能就是可怕的行凶者 但随后 汤姆平静地透露 说这并不是他儿子第一次来医院 前几个月里 他儿子也曾因一次类似的意外而住院 汤姆的天真几乎震惊了警方 他难道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他儿子的伤并非意外 而是故意伤害吗 警方随后传唤了苏珊 苏珊踩着高跟鞋 穿着精致的衣服走进房间 令人难以接受 这个整洁迷人的女人 竟然会对孩子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面对警方提出的虐待儿童指控 苏珊一遍遍地回答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向警方重复了 他告诉丈夫的 关于购物车的事情 坚决否认虐待孩子 直到警方拿出了一月份 小男孩向医护人员提到的 妈妈推倒了我 妈妈打我等证词 苏珊才停顿了一下 模糊地承认 说自己推过或者拍打过继子 警方还打算进一步询问 但苏珊突然假装晕倒在地 显然不想继续交谈 与此同时 汤姆终于后知后觉 是他心爱的妻子 伤害了他的儿子 汤姆马上暴怒起来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 毫不掩饰的威胁 要杀死苏珊 但是警方依旧想不通 汤姆之前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 阻止悲剧 他怎么可能对他的孩子的遭遇 一无所知呢 而且最离谱的是 在几周后 苏珊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说服汤姆放弃起诉 将小男孩遭遇的伤害 煤化成意外 直到九天后 在警方的要求下 汤姆才被迫向当地的检察官 提交了一封信 承诺将和公众服务部合作 帮助起诉苏珊 另一边 苏珊完全没有意识到 他做了多么无耻卑鄙的事情 他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不断地安慰自己 将所有的错误归咎到妓子身上 在他看来 都怪妓子行为恶劣 使他自恃其果 1983年10月14日 苏珊出席庭审 她穿着精心搭配的西装和鞋子 配上帽子 成为了法庭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人 尽管此时 汤姆已经申请和苏珊离婚 但她依旧和苏珊保持着亲密关系 她被苏珊操控着 放弃了最初的致命证词 严重淡化了苏珊的凶残程度 这也导致法官难以从众处罚 最终 苏珊被判五年缓刑 与此同时 法官剥夺了汤姆对孩子的监护权 将可怜的小男孩 交给了外族父母抚养 案件结束大约十天后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 接到了苏珊打来的电话 她用一种充满诱惑的语气 问检察官 要不要下班后一起喝一杯 检察官差点一口水喷出去 她实在无法理解 那个差点打死继子的女人 现在 居然有心思在电话里和她调情 要求约会 检察官想也没有想就拒绝了 她几乎可以想象 如果她不幸答应了苏珊 那么这天晚上半夜 一定会有一个摄像头 突然踹开宾馆的门 对准试图遮掩裸铁的她 毕竟 那个女人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电话那一头 苏珊对未能引诱出检察官 而感到恼火 她本以为 检察官将是新的猎物 拥有金钱 权力和魅力 成为她进入下一段生活的门票 但现在 希望落空了 而在妓子住院期间 苏珊还怀上了汤姆的孩子 她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小镇 搜寻她中意的男人 接连谈了几个男友之后 苏珊悲哀地向朋友感叹 家乡似乎没有真正 有钱有权力的好男人 朋友灵机一动 把最近离婚的律师 詹姆斯介绍给了苏珊 詹姆斯正是一开始的受害者 她来自当地的法律家庭 父亲曾长期担任 印第安那州麦阿密县检察官 法学院毕业后 詹姆斯自从副业 加入了麦阿密县律师协会 担任该县的副检察官 在认识苏珊之前 詹姆斯曾有过一段婚姻 并育有一儿一女 39岁的詹姆斯 很快就被这个25岁的漂亮女人 迷住了 即便此时 苏珊已经怀孕8个月了 在此之前 苏珊从未遇到过 像詹姆斯这样的男人 成熟 聪明 又教养 来自富裕家庭 她喜欢詹姆斯的 彬彬有礼 和举止柔和的口音 苏珊相信 她终于找到了一个 她可以真正为之骄傲的男人 1984年感恩节后 苏珊在医院 担下了她和前夫的女儿 詹姆斯十分开心 将其视作亲生女儿伴疼爱 1984年12月6日 詹姆斯和苏珊在一艘船上结婚 她戴着昂贵的珠宝 看起来格外光彩照人 婚后 苏珊觉得是时候 告诉詹姆斯 关于她儿子的事情了 她希望詹姆斯能利用人脉 帮助她消除过去的罪行 夺回她对儿子的抚养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当苏珊因虐待妓子 被判缓刑后 她的卡车司机前夫 趁机提出诉讼 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 当然 在告诉詹姆斯的故事中 苏珊完全隐去了 对妓子的虐待 趁自己在俄克拉河马城 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 碰巧的是 卡车司机如今生活窘迫 苏珊决定扮演前夫的救世主 让詹姆斯给她汇了800美元 一举获得了局势的控制权 不久 卡车司机放松了 对孩子的抚养权 苏珊开心不已 不仅把儿子送进了 当地的贵族学校 还设法为前夫找到了 一份新工作 计划的成功 让苏珊再次相信了 金钱的力量 她顺时和詹姆斯 以合法的手段 领养了儿子 拿到了全部的监护权 1986年 苏珊说服詹姆斯 购买的新别墅修建完成 她越发的讨好詹姆斯 她买了许多长袜和道具 拍摄了各种各样的性感照片 放在房间的各个地方 以提醒詹姆斯 她有多么的漂亮迷人 同年夏天 詹姆斯十几岁的儿子大卫 搬进了房子和他们统住 苏珊不喜欢大卫的邋遢 有时候 她恨不得像殴打之前的妓子一样 殴打大卫 但是 大卫身材魁梧 真动起手来 苏珊只有挨打的份 她不得不扮演体贴的继母角色 吹枕边风 挑起詹姆斯和儿子的矛盾 随着时间的流逝 苏珊不可避免的 对詹姆斯产生了厌倦 即使詹姆斯依旧深爱她 并每月给她1000美元的零花钱 空虚的苏珊开始了她的冒险 白天 她是发型精致 品味高雅的律师夫人 晚上 她戴着廉价的珠宝 穿着性感的透明上衣 在社会最下层的酒吧里穿梭 她回到了曾经最放荡的模样 穿过拥挤的俱乐部 享受男人的目光注视 她喜欢刺激 却不想结束和詹姆斯的婚姻 不同的男人在苏珊的床上 躺下又离开 当然 晚上的一切都是秘密进行 明面上 苏珊依旧是得体的女人 她说服詹姆斯投资2.5万美元 帮她在市中心开了一家精品店 一举成为镇上有名的女商人 但没多久 精品店就突然起火 烧了个金光 苏珊也因此拿到了大笔的保险金 1990年4月 苏珊报警称遭到了入室盗窃 丢失了许多昂贵珠宝 尽管警方很快出警 但一直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 到时苏珊凭借丢失的东西 获得了巨额保险赔偿 重新装修了卧室 事实上 警方怀疑 很可能是苏珊策划了这起入室盗窃 可惜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猜想 1990年10月 苏珊打电话给妹妹 随意的说道 我和妻子大卫有婚外情 妹妹虽然清楚苏珊对男人的痴迷 但依旧难以相信 苏珊居然会和丈夫的儿子私婚 妹妹劝说苏珊停止这段关系 但苏珊没好气的让她少管闲事 1991年夏天 大卫大学毕业 为了和继母保持关系 大卫甚至抛弃了有多年感情的女友 他们生活在詹姆斯的房子里 几乎整天粘在一起 与此同时 苏珊和詹姆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詹姆斯受够了她经常在公共场合穿着暴露 和不同的男人勾勾搭搭 他们不停的吵架 互相指责 1992年 也许是为了报复苏珊 詹姆斯高调的带着女同事出差 他确信 只要苏珊需要她的钱 苏珊就不太可能站起来离开她 苏珊更加恼火 她到处散步谣言 生詹姆斯和其他女人有染 通年7月 詹姆斯拜访了一名律师同事 说她计划过段时间 对苏珊提起离婚诉讼 她厌倦了为苏珊的奢华生活付费 结果却发现 苏珊试图和这线上的 几乎每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睡觉 她想让苏珊永远的离开她的生活 毫无疑问 詹姆斯的离婚声明 是压倒苏珊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珊终于明白 她作为律师妻子的富有生活即将结束 而且她还尚未找到新的候选人来替代詹姆斯 苏珊不想结束婚姻 她开始考虑除了离婚以外的选择 于是 一个计划开始在她的脑海中逐渐成型 1992年8月30日晚上 苏珊将孩子安顿好之后回到卧室 将枪口对准了詹姆斯的眼睛 8月4日凌晨4点 就在詹姆斯被谋杀了几个小时后 苏珊坐到了审讯室里 她脸色苍白 但并不是特别悲伤 当负责此案的男警察开始宣读她的权利时 苏珊明目张胆地把目光从警察的脸上 下移到了腰带以下区域 舔了舔嘴唇 巧妙地向前挺胸 好在男警察精力丰富 不至于因苏珊拙劣地勾引 开始盘问苏珊关于谋杀的事情 苏珊不时地掉几滴眼泪 假装对一切毫不知情 由于没有证据 警方只能先让苏珊离开 几天后 调查结果显示 谋杀詹姆斯的枪支登记在她儿子大卫名下 不过大卫表示 案发前段时间 在基姆苏珊拜访之后 她的手枪突然丢失 极大概率是为苏珊偷走了 此外警方得知 詹姆斯在案发一年前 曾购买了一份价值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受益人正是苏珊 苏珊的罪行似乎已成定局 但问题是 该如何证明她是凶手呢 1992年11月 苏珊的妹妹突然来到警局 她告诉警方 在警方搜查苏珊的房子之前 苏珊带着两个圣诞玩具熊 来到了他们母亲家 希望母亲能帮忙处理掉 熊里面藏着的手枪 妹妹不得已和母亲 把枪放进了金属容器里 用混凝土浇住 然后浇给苏珊让她扔掉 根据妹妹的证词 警方搜查了他们母亲的房子 虽然没有找到枪支 但确实发现了两个 足以放下手枪的圣诞玩具熊 苏珊随后被捕 送往迈阿密县监狱 1993年7月 苏珊的母亲意外发现 胶筑手枪的金属容器 放在阁楼上 她打电话给警察 警察带着锤子和凿子赶来 终于在碎裂的混凝土里 找到了谋杀詹姆斯的关键证据 手枪 1993年9月27日 审判正式开始 苏珊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 当检方称词完毕后 辩方开始叙述 苏珊和继子大卫的婚外情 试图证明 大卫才是真凶 是他威胁苏珊犯下了谋杀罪 然后藏起了谋杀武器 大卫随后出庭作证 他一口否认了和苏珊的恋情 称他一直将苏珊当成母亲对待 从未有过非礼的行为 但苏珊表示 他对谋杀的事情并不知情 他承认藏起了枪 那是因为他认出枪是大卫的 他知道大卫和詹姆斯父子关系不好 担心是大卫犯下了谋杀 因此 为了保护大卫 保护他有着两年感情的恋人 他才处理了枪支 苏珊讲述了他和大卫婚外情的细节 以及大卫和詹姆斯之间激烈的争吵和威胁 暗示大卫才是谋杀的真凶 庭审结束后 由于12名陪审员一直难以达成共识 第一次审判宣告无效 第二次审判于1994年3月开始 苏珊依旧出席庭审 亲自作证 4天的时间里 陪审员听取了51名证人的证词 3月23日 陪审员作出判决 裁定苏珊犯有一级谋杀罪 60年监禁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直到2024年 他才有机会获得假释资格 苏珊被关进了监狱 但他依旧坚称无辜 在苏珊看来 他根本不是加害者 而是受害者 他像以前一样 把所有的错误归咎在别人身上 他怨恨每个指控他的证人 甚至写信给妹妹威胁说 要指控妹妹是谋杀从犯 直到现在 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难以自拔 至于大卫 第二次审判完成的几年后 他从法学毕业 和祖父一起从事律师行业 此案中最惨的受害者 莫过于遭受苏珊虐待的继子 可怜的小男孩从三岁起 就失去了本该美好的未来 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发育迟缓和癫痫病 坐在特别改装的轮椅上 依靠卫使馆存活 他的手拿不住任何东西 拼尽全力也只能说出一两个简单的单词 后来 警方曾问苏珊是否为殴打继子而感到内疚 但苏珊只是随意的回答道 当然 然后就再也不肯透露更多的信息 负责该虐弹的警察告诉记者 小男孩的生活完全被毁了 某种程度上 杀了他也许会更仁慈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过程 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